我们来看一下QBlock里面关于 里面请你把Aduino的积木这边 把它打开 这里面你找找看哪一个是属于 可以发出声音的积木 稍微看一下 哪一个是可以发出声音的积木 读取缴位脉冲宽度 可是这是读取对不对 不是写入 写入才能够叫别人做事 所以这个不是 好,设定风鸣器 QBlock的积木 他比较贴心一点 他已经把风鸣器都写上去了 所以有风鸣器的三条呢 三条那个指令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了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条指令呢 都可以拿来控制风鸣器 那所以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他有三 第一个指令他有三个选项 对不对 第一个是角位 角位 那角位呢 我们点一下向下的箭头 你会发现这么多可以选 那是什么意思 表示这些角位都可以用 对不对 那可是我们的板子 上面已经固定了D3 就是硬体上面已经做好了D3在上面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用 QNO的话 你就只能用D3 那今天如果你要接 两个以上 或是你今天用的是UNO 或其他的板子 那你可以接其他的角位 对不对 那你接在哪里 你就要用那一只脚去控制 用那一只脚去控制 那这边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用USB跟电脑连线 D0跟D1是绝对不能用 因为这两个是 基本上用来跟电脑做传输的部分 那除非你是用烧录 直接把层次写进去 然后以后不接电脑 那你就可以多用D0跟D1 好 那所以我们 以QNO来讲 跟QBLOCK来讲 我们就是用D3 D3 所以这是 角位的部分 他是固定的 好 那再来呢 第2个栏位 他可以播放声音 他的频率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点出来看 原来是这里 后面这个数字是频率 前面是他的音名 就是Doremi Faso 好 那所以呢 你就 可以了解说 这个地方是决定他的频率 那你稍微 翻了一下 D0 这里有个D0131 然后再往下面看 这里还有一个D0262 然后往下面还有D0 523 还有没有 还有一个D01046 所以他有5 5个D0 所以他 画了5个 音阶 画了5个音阶 他5个D0 那个低音D0 中音D0 高音D0都有 所以你要选 选你是中音D0还是低音D0还是高音D0都可以在里面去做选择 那后面这个就是频率 数字越大 频率越高 那你说 如果今天他没有给我这个表 那我要怎么知道 那个音频 哪一个音到底是 多少 各位 你还记得吗 如果我们 要找资料 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你可以怎么样去 知道 你可以Google对不对 你也可以问谁 问老师 也可以问谁 ChatGPT 问Bean 都可以 你这样就可以知道说那个音频大概是 落在 数字是落在哪里 然后他是什么 什么声音 什么音高 好 那最后一个数字是时间 最后一个数字是时间 也就是说你发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的 声音要维持 多久 多久 那mini second ms是mini second 就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500mini second 就是0.5秒 这是第1个积目 对不对 那所以你猜猜看第2个积目 他有脚位 有声音的高低 可是没有时间 那 请问要怎么控制 是不是要 有一个 开始发出声音跟一个停止 发出声音 然后中间的要发出多久用等待时间来控制 对不对 那猜 用猜的也知道对不对 所以他的第3个积目就是什么 就是停止播放 所以如果你下了这一个指令 然后你没有给他停止播放 他会一直叫 会一直叫 那至于要叫多久 就是这两个中间你要放一个等待时间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看了大概翻了所有的积目 只有这3个是决定声音的脚位 所以待会我们就 会用这3个 来练习一下怎么控制 好 所以你找到积目了吗 那所以刚刚说呢 如果你要去找 那个 声音的频率 如果你要自己手动去找声音的频率 那你可以把Google打开 对不对 然后把Google打开 然后请搜寻 音阶或者音高的频率 音高的频率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维基百科 你可以从这边点进来 然后你往下 翻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内容 然后他后面呢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频率跟音高的一个对照表 你会发现他的Do Do是 CDEFGAV 这个叫音名 那个Doremi叫做什么 叫唱名 对不对 那Do是什么 C Do就是C 那我们一般的 中音Do 中音Do指的是哪一个 是这一个 261 中音Do 所以他是 他的那个 8度是在第4度 中音Do C4 频率是261 我们来看一下 跟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积目 你看他的中音Do 262 对吗 差不多 差一点点而已 261跟262你的耳朵应该听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个就是中音Do 262 好 好所以这样会找了吗 就是这样子找 好那么 所以我们刚刚呢 就先了解 风鸣器 是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控制 接下来我们就要测试一下 我们就要测试一下 好 好所以请各位同学 把你的 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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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